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借下侯敦啊 这个在选将方面没有任何的心意 这标准的孙策主攻选的一个似血副嘲讽的一个武将 但是待会一定会了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是吧 我们先不剧透 好你上来王毅跳了一番 这一这里神钟寻遇啊 跳了一钟把王毅啊 那那个掉了一滴血又调性了啊 王毅一下好 这个王毅他这个这个真烈啊 对付这个杀痕锦囊很有效 但是对付寻遇如果驱虎孙策 让王毅掉血的话啊 王毅却是这个无人为力是吧 好我们看这个曹瑞啊 目跳一番啊 九杀被徐医躲开 曹瑞马上把自己的这个牌给王毅加上他的防御 同时他自己啊 又有灰拓啊 又有这个八卧阵啊 像是非常的这个硬朗是吧 好这个赵云两个决斗啊 这王毅打了一个无蟹 实际上照这个这个曹瑞没那么吹 是吧 哎 这个曹瑞还怒判啊 怒判了一个黑啊 可惜没有判红 这里布莲斯也打了 无蟹挑了个反贼 那现在这个这个阵容肯定就是这样了 是吧 这个周泰也是反 这里反贼的这个阵容实际上非常的强大 这布莲斯跟曹瑞啊 不用多说布莲斯老牌强将啊 无数的胜利统计都证明了啊 这家伙胜利高得一塌糊涂啊 曹瑞是新进啊 新进的这个英俊少年啊 超强武将 周泰啊 不用说是属于反贼防崩的啊 这个这个如果前面的脆皮反不小心崩了 这个周泰还可以啊 这个给反贼第二次机会 是吧 这个王毅在曹瑞的帮助下了 又硬啊 又猛啊 又可以阵列拆牌 你看他一拆一个桃子 是吧 然后又不至于死啊 这个决斗下去 王毅如果有九条故意再阵列一下 又喝一个酒再一拆 哎呦 这孙子已经两桃啊 都被拆掉了啊 非常的悲剧 孙子又杀王毅 在一个激昂 王毅看样子九条没了 就把这个伞给打出去了 好 王毅在曹瑞的帮助下 他的发挥会更好啊 为什么 因为他一选可以存两牌 是吧 因为王毅的特点是血越少 他这个秘技的威力越大 但是呢 血少了之后呢 他的那个这个存牌量啊 他有有时候不得不多弃掉啊 很多的啊 这个多余的牌啊 这个有点浪费啊 但是有名剑的帮助下就不一样了啊 当然他有个杖毛神毛啊 这这轮名剑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是吧 他反正他的牌都用着去了 好 这个徐玉又是一个调戏 这时候王毅不让他调戏了啊 是弃了一张牌 看样子桃已经差不多了 这时候转到一转一圈没有 哎 看到表示王毅说姐啊 手上怎么可能没桃呢 还存了一个的啊 这下子徐玉连驱虎也没法驱了啊 如果徐玉有大点建议 直接找孙策驱虎啊 这样要王毅的命啊 这样他吃桃子也不会拆你的牌 是吧 好 这时候曹瑞看样子 他给的牌是有及时效果的 所以他直接给了布莲斯啊 我们记住这个牌里面有一张 黑桃的蓝白怒青啊 刚才是布莲斯撸的 孙策的一张名牌是吧 这时候赵云看样子要牺牲自己了 把所有的这个东西塞到木马里 应该是那个名的桃子吧 塞到木马里给了孙笨是吧 把自己还挂了一张闪电 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 当然他怕这个桃子拽手上 会被布莲斯撸给曹瑞啊 他所以他只能选择把这个桃子啊 放到木楼流马里是吧 好 布莲斯这个南曼露青啊 这个王毅非常不高兴啊 他都表示他没有看到这个徐玉 在这里补牌啊 是吧 当然在这种在路人局 有这样的坑队友是很正常的啊 我们作为一个内奸 现在主动方已明显的劣势 我们只能期望反对方出现坑后啊 结果看样子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啊 布莲斯有两个无限啊 一个无限了徐玉 一个无限了曹瑞啊 认识没有让这个这个南曼造成啊 比较大的副作用 因为他反正他无限也存不住是吧 好 这时候周泰一个菊花啊 把那菊花刀想造于爆了菊 孙策刚才那个桃子就救的有点啊 冒死了是吧 你大不了不救的话 这个周泰那个杀人杀谁呢 顶多把孙策从三血杀到两血啊 进入他最强状态 或者去砍这个刺头啊 当然砍孙策都砍不着啊 只能去砍这个刺头的夏侯渊内奸 是吧 这样的话多好的引导火力 让反内火啊 结果他救了一个桃子啊 使得这个赵云同学忍受了啊 那个这个被暴局的耻辱 好 这赵云打下招 我们真正的进入了更大的劣势啊 这反正别看王毅 只有一血 他刚才是有个名桃子的啊 布列斯又撸了一个名桃子 给这个王毅手上了 我们看着心啊 在流血是吧 他真是在流血 王毅一直把这个桃子拽在手上 好 布列斯又撸了一个神器藤甲 这个藤甲啊 对孙策来说是没什么用 所以他拽手上 但是在王毅身上 那就有点恐怖了啊 那是真的有点恐怖了 是吧 这样的话王毅就更难死了 我们只能死亡这个寻运的去火 但这个铁锁这个王毅应该是 要把这个铁锁给挡掉啊 他手上是有桃子的 是吧 因为你铁锁不挡掉 你待会儿那个藤甲 怎么能发挥威力呢 好 那话不多说啊 这祖宫直接一个乐布斯组 他这个藤甲能不能挂赏 还成问题 哎呀 结果他乐布斯组添过了啊 我们只能悲剧的 看到王毅又拿了啊 这个这个藤甲 又用那个白衣狮子挥了 一滴血又把木柳柳马给缠出去了 是吧 这样子我们可以说 祖宫方实在是非常的悲剧 还好主攻有个简易马啊 这个驱虎 叫王毅啊 又掉了一滴血啊 这个杀 还好徐宇吃了一个桃啊 这个稳住了 是吧 好 这个曹瑞继续发挥他这个包养的本色 他每次包养布林斯 这样布林斯可以撸啊 给他多撸了一个伞 哎呀 这时候布林斯挂出了这个这个 麒麟弓啊 这时候杀这个孙策 可以连杀两下啊 这是射掉简易马是相当正确的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射掉简易马 这个徐宇就无法玩屈服 那让王毅掉血的这种大戏了 这样的话 王毅就更加难得对付了 他他又有藤甲在啊 他又有这个这个啊 这个啊 又有藤甲的保护是吧 又有真烈啊 这桃子 好 这时候徐宇把我们打了一个无懈 可惜没啥啊 用啊 我们摸了牌也干不了事 然后这个周泰杀我们 我们刚烈他实际上心在滴血啊 这家伙血多啊 我们跟他拼血 看不到任何前途 是吧 好 我们看王毅继续把桃子拽在手上啊 保持这个医血的状态啊 拼命的在这发牌 好在啊 这两个冰凉春断 我们都躲过了啊 这徐宇找我们去 我们只能给他酒 是吧 这两个桃子是不能给他的啊 因为徐宇眼看这个这个生命啊 在呃 非常的危险啊 这个这个很有可能啊 这求桃在即是吧 好 这个朝日开了一个五股风灯啊 这个五股风灯开的挺好的 我不知道王毅为什么说 是这是哼 这是坑呢 是吧 这一下子让反对方多了两个桃啊 好 那时候我们终于啊 这个借夏欧敦发挥了我们的清洁啊 别忘了 借夏欧敦比老夏欧敦实际上要强一截啊 就是因为这个 不光是因为清洁啊 还是因为这个刚烈啊 也加强了 是吧 以前的刚烈是完全命运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人家医血啊 这个血少排多的时候弃牌就完了 是吧 这个血多排少的时候掉血就完了啊 这现在这个刚烈啊 这是由老天决定命运 好 我们看这个布列斯 开始捆帮play啊 把王毅的这个铁手连环给去掉了 然后划上了这个青龙运运刀啊 徐环手上是一个名的一个简易码啊 我们给他的 是吧 我们清简给他的啊 好 这时候这个周泰又是一拆啊 这个简易码拆了 哎 他他的距离 哇 他距离够得着耶 这一个九杀 一二三 哎呦 这九杀是要求三个桃子啊 这一个乐不思索 乐祖孙策 真的要杀吗 开了一个陶渊结役 这个是为什么 估计是断杀了啊 否则的话 我实在想不出 他为什么要开陶渊结役 哎呦 这周泰这牌序 他先开了陶渊 然后再九杀 这样的话两个桃子就可以 好 大家看见 睁大你的眼睛啊 一个洁明 一个清简 把所有的牌 全部扣在自己的这个这个头上 是吧 因为徐环可以洁明三次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不给了啊 这是 或者是扣一张牌在头上啊 这样的话 徐环再给自己洁明啊 这个三张牌 是相当的这个这个漂亮啊 这周泰问 为什么想不通不连事 为什么连自己啊 是吧 但是我们也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先开桃园 再再来九杀啊 这是这 如果你不先开这个桃园 直接九杀的话 徐环就死了啊 但是因为这一个错误 我们马上又看到了希望啊 看见没有徐环已经八排在手啊 这周泰表示他也坑 他也承认了啊 我们现在又把青龙院刀扣在头上啊 所以准备把青龙院刀给谁呢 没必要吧 难道要给孙策 孙策可是被热了的 好把周泰的这个刀 跟这个剪衣马给寒冰掉啊 下次再想爆徐环的菊花 就没那么容易了啊 只有这一次机会 是吧 好 这个徐环真的给孙策啊 他过了这个乐吗 你是不是过不了这个乐 不是白给的吗 这徐环也表示 这个反正 当然我们可能想着 我们反正是有多余的啊 是吧 启动远刀 但是我们是有纯牌空间的 好在王毅 这次终于啊 没有过这个乐啊 他也切了牌 过了 然后我们也看啊 徐环失牌启动啊 能不能打出一点啊 这个花样来是吧 可惜这个孙策被乐啊 否则他挂起这个轻松远刀 王毅是可以被驱虎掉血的啊 现在只能靠徐环自己了啊 现在顶着周泰猜是吧 该猜就猜啊 不用想太多 这猜一个伞 他这次补两张牌 你们可不一定有伞啊 好 那个布林斯表示啊 我有 我桃子还是有啊 这徐环又是一个决斗 上去看样子 布林斯还有桃子啊 徐环这下子驱虎 只能找我们驱 但是他可能没有驱营的啊 哎 他有驱营的信心 为什么找曹瑞去啊 你找我们去啊 一个K点 他可能怕我们是桃子是吧 哎 但是结果布林斯表示 这个还是死不了啊 我们桃子就是多 徐环持牌启动 认识没有把布林斯给打死 但是虽然没有打死 反对方的桃子应该已经告庆了啊 我就不信你 还还能有桃子是吧 好 这个布林斯又跟曹瑞撸了一把 还把徐环的一个伞给撸过去 自己挂上持有双骨剑 来杀这个曹瑞摸牌啊 曹瑞反正有八卦阵 哎 曹瑞想一想 选择自己掉血 给布林斯判灰头 哎呀 你对自己这么有信仰 结果布林斯直接打了一死灵号 他本来就想刷一个牌 是吧 然后又送了孙策啊 一个伞 布林斯的牌存不住了啊 现在只杀伞无懈的好牌 都得弃掉了啊 可以说是悲剧 哎呀 我们刚才不应该把这个 七龙院刀给出去啊 是吧 这下悲剧了 但是我们神奇的又摸了一个简音码啊 这个简音码 看看能不能把布林斯给带走 哎呀 没有带走的话 我们直接把徐玉给跟布林斯给捆绑起来 我既然希望这个主公能借徐玉来伤布林斯 是吧 因为徐玉可以见这个结兵啊 但主公表示和没有属性杀啊 直接啊一刀砍降布林斯 看看有布林斯这个命可真硬啊 还要还要救啊 还要救回来啊 然后这个借刀杀人可以借布林斯的刀 可以指下过状态啊 你这何必欺了呢 这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好 这时候王毅又把这个主公跟我们捆起来啊 然后他用这个火杀来收布林斯 这是什么想法啊 你这样子啊 虽然布林斯可以一个追忆 曹瑞是吧 然后他也可以收三大牌 但是徐玉的截命啊 难道你忘了吗 那徐玉的截命真是个摆设 那徐玉插了一下 给自己啊 截了截了三牌是吧 然后我们一刀的又一个又一个刚烈啊 将这个这个王毅给刚注了啊 这个这个王毅原来啊 他还有后招啊 有一个勒布斯鼠啊 在在这个手上是吧 他没有把这个木马无脑的给出去啊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可以的 当然他给出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是吧 好 这个徐玉这一个无限出来了 然后外面还是有无限独条 看样子这个无限还掌握在祖宗方的手里 还在徐玉或者孙策手上是吧 好 这个徐玉这一个驱虎 看样子王毅要拜拜了吧 这下子看你还有没有桃子啊 这反对方的桃子已经被用的非常的多了啊 王毅既然已经点了托管了啊 这个木楼马没有传出去 也全部的啊 浪费了是吧 我们刚才非常危机的情况下啊 这一个神奇的啊 这个洁明加这个清检啊 打出了这个新配合是吧 这个徐玉在在周泰一个九菊花啊 要洁明三次 没有洁明空间的时候 第一次洁明我们四张牌 我们全部扣在自己的头上 然后腾出这个空间 让徐玉再洁明 一次是吧 徐玉再洁明一次 之后再给他洁明一次 这一下子这个就三血啊 换了十一排啊 这标准的三血十一排啊 就要挽回了 祖宗方的烈士 现在进入了五人局啊 五人局我们作为内奸 比较健康 作为主攻 又是一个良血的这个浑姿 在发挥的这个孙策的最强状态 没人敢碰 那反正肯定毫无疑问的 会进攻这个徐玉是吧 把徐玉搞死 进入主类反反 我们就慢慢的跟这个主攻来玩了啊 徐玉找我们去 很阴险的给了个大点啊 因为主攻看不见 我们这个点是个什么点是吧 所以说主攻也不知道 我们是真的把徐玉给坑死了 但这个酒啥有点伤啊 幸亏这个主攻有一个酒 哎呀 但这个猜主攻就看见了啊 我们是有一个良点啊 藏在这里的 是吧 好 但不管怎么说 主攻已经觉醒了啊 觉醒了啊 就是说好事 我们现在在欢乐二位 有一个觉醒孙策 打败这两个人啊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麻烦就麻烦在啊 打败了这两个人容易 但是我们是个内奸啊 打完了之后 还要跟主攻单挑啊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是吧 何况我们现在 就来被这个周太 绞杀成了医血啊 那主攻一看啊 我们这个情况 赶快包养一下我们 好 然后我们在阴魂的帮助下 还可以来一个清简 将这个冰娘春断 传给主攻啊 因为我们 哎 但我们冰娘主人啊 没必要把这个冰娘春断 给主攻啊 这完全是一个 对主攻示好啊 这个讨好 这个主攻 这一下子 好 这个周太要火攻自己 代飞孙策了 我们必须无限啊 因为这必难的啊 这主攻死定了 我们给他 是一个冰娘春断 是吧 没什么 他都是用的啊 主攻再来 哎呀 这样子有个桃子 是吧 我们就没有发动 清简了 是吧 直接把这个无中生油 给弃了 这个决斗 跟这个桃子 都是好牌 好 我们这时候 这个主攻想 从曹瑞突破 这两个反贼 哪个都不好办啊 这两个反贼 两个人都比较的硬啊 这一个三窗的周太 还有这个这个曹瑞 是吧 我们直接一个九杀 看有没有桃子 将曹瑞直接带走 但是有桃子的话 曹瑞盼了一黑啊 然后摸了两张牌啊 好 那这样的话 主攻直接把他两张牌 给扒光啊 再给一个杀 曹瑞就估计就完了啊 这是我就不信周太 还有桃子 现在进入了寂寞 组类反 刚才非常惊险的这个祖宗方的大劣势 就因为周太一个仙桃员啊 又一个仙桃员 在一个古灵沙啊 这个这个动作导致啊 这个我们内奸和主攻啊 内奸跟忠诚多了十一张牌啊 将反贼的这个优势给推倒 是吧 在推倒之后 反正兵败如山倒 但是有一个定海神针 看周太能不能往回啊 自己挖了坑 自己填啊 能不能往回他的劣势啊 作为一个最后的一个反贼还继续在这里坚持玩祖类反 他他在这说内局了啊 但我们千万不能被迷惑是吧 这是他完全就是说给祖宫听的 这是他如果说给祖宫听 祖宫不去压周太来反过来压我们啊 我们肯定是有点够呛的啊 现在祖宫仗着自己单挑比较强势啊 一直在压这个周太是吧 他如果真的把周太给压死了 我们确实挑不赢啊 但是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心里是又紧张啊又高兴啊 高兴的是祖宫继续在压周太啊 紧张的事是这个周太如果一直被压不死啊 这个窗越来越多啊 到时候一个爆发啊 也是也是够我们受的 是吧 所以我们只能咬着牙继续看戏啊 谁都不想搞 谁都不想得罪 就想看他们俩互相打 好 这个蓝湾露西暴露出我们有杀不出了 是吧 好 我们这一个顺啊 来顺这个祖宫的人王盾啊 这样这样的话 虽然加强了自己的防御 但是很容易拉仇恨啊 这果然这仇恨就来了 是吧 这祖宫现在开始扒这个自然 扒我们不扒周太了啊 然后又火攻自己压周太啊 这个周太已经七窗了啊 是要表示啊 为什么夏侯还不收我们啊 因为一二我们收了也怕挑明祖宫 是吧 还想把祖宫的状态再压一压 但是这个孙策觉醒孙策的特点 你越压他 你他只要一血不死 是吧 那还是会让你很头疼的 是吧 他现在已经是个两血两排 然后周太已经这么多排启动 就怕他出个什么腰石子 把孙策给爆死啊 那个怎么办啊 你看果然啊 这周太开始自己挖坑 自己填 这个桃子吃的是个寂寞 他完全可以留在手上的 是吧 他可能怕这个孙策把他自己扒了啊 好 那既然你吃了桃子 我们肯定把你这个血给无损的打下去啊 因为他桃子拽手 让我们打他 他很有可能又白白的增加一个窗 是吧 哎呀 这个九杀这悬啊 这幸好主公留了一个伞啊 我们真是出了一身冷汗啊 这让周太再继续活下去 对我们会越来越不利 但是周太在一击不中之后 仇恨又被拉过去了 是吧 这一段拉过去之后 主公又去打周太了啊 我们这个桃和这个篮板争取 给主公留着啊 这肯定是旧啊 给主公示好一下 哎呀 这个乐不思熟 好 我们只要能够一个杀 收到这个周太啊 这主公就是要玩的节奏 哎呀 可惜不给力啊 这周太又是啊 这个扒窗啊 同时因为他没有牌 这主公来扒我们了 是吧 来扒我们了 好 我们这时候给主公一个伞啊 虽然主公在扒我们 但是我们对主公还是很好的 坚决呃 不想让周太把主公给偷了 是吧 好 是呀 是漂亮 将周太给收去啊 收去之后啊 这篮板录心就可以发挥做了 好 我们已经赢了啊 这一猜 主公打了无懈 他手上就是一个名伞 是我们给他的啊 我们这一个篮板 就可以成功将主公带走啊 这一次43分钟的精彩 内奸大戏 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反正的这个降面的实力 非常的强 也很容易打出了优势 在优势的时候 反正就开始浪了啊 这个布林斯铁锁 为什么不解开 他跟王毅 非要把这个王毅解开 连这个徐玉啊 这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啊 结果这个周太 在在脑子里 对布林斯这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啊 一直在思考 结果自己也打出了匪夷所思的行为啊 明明一个九股定 可以让徐玉求三个桃带走的 非要先开个桃园 再一个九股定啊 结果我们两个桃子一救 徐玉连续劫命三次 在这种劫命三次的时候 大家不说没有劫命空间吗 嘿嘿 我们的清简教助人 是吧 这个这个劫命 我们四张牌 我们全部扛在头上 然后徐玉第二次再劫命我们四张牌啊 然后再给自己截三个牌 三血换十一牌啊 当然三血加两个桃子换十一牌 那绝对是赚了的啊 这瞬间这个反贼方的士气受了极大的打击 然后就被他们的优势就被慢慢的被这个祖宗方和我们内奸给推掉了 在祖类反礼的时候 我们打得非常的耐心啊 然后在祖宗啊 这个这个我们在一直做看祖宗跟反贼周泰 但是在周泰想啊 差点啊 用自己的实意行动 挽回了自己的错误 连续的几个偷主 让我们出来一身冷汗啊 所以我们不得不 顶着祖宗阴魂扒我们 我们还要把一个多的一个伞 给祖宗清简过去 就怕祖宗被周泰给偷了啊 然后好人有好报 我们最后收了周泰之后 祖宗也扛不住了啊 被我们一拆一栏门给带飞啊 这四十三分钟的内奸大戏 不容错过 好 刚才来了一个比较标准的啊 这叫做四血 那个刺猬类啊 这回换一个三血脆皮类 给大家看看 游走在钢丝之间的刺棋 是吧 何太后啊 虽然是三血脆皮类 但是他一旦捞到第一桶金啊 回合外可以剥存一大堆牌的时候 他就不是脆皮了 是吧 有这么多牌 谁还打得动他的防御啊 然后他还可以回合类 他的那个阵毒啊 他在别人的回合类 他的这个阵毒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好 这个主公搞了一下 这个卧龙 卧龙打了一个无邪之后 受到后续无数次的打击 是吧 不知道是真的 是是反还是假的反 不管怎么说 他这个 这个 徐玉给他结病 徐玉就是真的反贼了 是吧 好 这时候卧龙来了 看来是真的反 是吧 看来是反贼 对于孙权主公 没有什么多说的 你要顺我 咱直接把反贼跳出来 然后一股老的火力朝你身上拍 好 这个刘峰 这个忠诚 对内奸来说是非常喜欢的 是吧 因为这种忠诚是燃烧自己 跟反贼薄命的 当然孙权主公是比较喜欢这样的忠诚的 好 我们空喝一口酒 直接过 应该是跳了一个内奸 或者是忠诚 是吧 因为刘峰头上有力 我们除非表示是手抖了 往卡了 是吧 但是 但是刚才空喝酒的动作 应该就是一个跳钟 当然 除非我们通过什么打字 说一说我们卡了 什么什么的 这种有可能会让大家以为 我们这是真卡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来说 应该是忠诚 坐实了 是吧 六号位太子词 拼诸葛 拆周瑜 应该是跳的是忠诚 但是顾庸打周瑜的动作 就有点诡异了 是吧 我们看看 看看情况 再说 就不知道雇佣是什么意思 然后太子词 他说他是反 他说诸葛是忠诚 有点扯淡的 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先看看再说 是吧 好 雇佣给不给主公补牌 没有给主公补牌 雇佣就是一个比较二的 比较傻的 还有一个反贼 显然是 他不认为我们空喝一个酒的动作 是跳钟 所以说他没有数出 这个场上的忠诚 以为我们是反 然后太子词的行为 肯定是跳钟 他以为这个周瑜 但他为什么要跟周瑜 跟太子词一起打呢 不管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咱们就不做过度解毒 总之这个雇佣比较 打的比较莫名其妙 比较菜 是吧 好 然后我们当时救了一下 这个祝格亮 明显是我们想收 这个祝格亮的人头 是吧 想震毒是祝格亮 结果主公给了祝格亮 一个勒布施鼠 中了勒布施鼠的人 我们是不能为震毒的 因为勒布施鼠是挑 跳过了出牌阶段 这个震毒是要在 对方出牌阶段 开始的时候来发挥的 是吧 好 这时候因为一个反贼 已经倒下了 我们已经开始帮着 反贼打了忠诚刘峰了 我们作为河太后 不管是忠是反被搞了之后 我们都是能够摸牌的 这个酒就喂的有点冒险了 这一下子把主公打了两血 又给自己耗一张牌 何必呢 好 然后这个雇佣亮出了 有两个桃子 是吧 但这两个桃子 这个刘峰会看看能不能扒掉 一个是吧 主公吃一个桃 对我来说非常好 然后又杀了雇佣一下 这个祝格亮 我们喂肯定是喂不死的 这果然不但没有耗 这个雇佣两个桃子 这个祝格亮本身 他还吃了一个桃子 是吧 然后又捆绑了 这个孙权又是一个酒雷沙 哎呀 这是一个悲剧 好 这个刘峰刚才骂 我们刚才不读 现在读 我们实在是刚才读不了 对我们的技能要有了解 刚才祝格亮是被热了 好 这时候刘峰虽然没有偷到 这个雇佣的名桃子 但是这个沙 把他一个桃子给逼出来了 是吧 然后我们这还有一个拆 将这个桃子给拆掉 就可以发飙了 我们这个万剑存了 恩伦了 是吧 先用这个刘峰的力 将刘峰收掉 这回合外就可以摸三张牌 这是摸杀忠诚的三张牌 好好开始喂这个徐玉 你有没有删这个桃 没有徐玉表示没有 我们这一下子回合外 入摸六排 是吧 入摸六排 这个泰石如果夺了的话 这个雇佣的这个人头 就是泰石 手上了 但泰石比较贪 是吧 想连收两个 结果主攻是个K点 泰石拼掉之后 只能郁闷的气杀 如果你先杀了 这个雇佣三张牌 就是你了 是吧 结果这个泰石大骂 这一句 莫不其妙的拼掉 主攻一个牌 还失去了 收雇佣的人头的机会 使得我们已经回合外 十四台再手 看主攻能不能杀死诸葛亮 主攻杀不死的话 哎 来吧 这诸葛亮 你这两个牌 只要不是脚逃 你就完了 是吧 我们刷的一下子 十九排 再二十一排 是吧 启动 回合内 二十一排启动 来推倒这个两血的中神 跟这个一血的这个孙权 那还有什么难度 我们已经看见诸葛连弩了 是吧 已经看见诸葛连弩了 何况没有诸葛连弩 这是在手上这个决斗 和这个万剑也已经够了 我们这万剑一直存到尾 也都没有用过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掠泉水 开始掠这个鞭尸了 这个不推荐 是吧 但是你千万不要鞭过头了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一杀过去 你还有桃子肯定不能救了 是吧 如果你救了之后 第二个杀就不一定带得走了 那你鞭尸的话 你非要鞭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你千万不要鞭尸 砸脚 好 这把内剑就跟刚才那把不一样 我们这个酷的非常的犀利 一直在走钢尸 走得非常的漂亮 把反贑的桃子耗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赌久下去 我们先赌死这个忠诚 然后我们万剑 我们看情况 这个万剑不用放 就不放 是吧 然后用毒 赌死这个徐玉 但是我们万剑不放 有一个危险 就是这个人头 可能会被这个太子给抢掉 结果太子非常悲剧的 非要先拼主公 想连杀两个反贼 结果过于贪心 贪多嚼不烂 导致主公是个K点 把太子给梗回去了 这样 所有的反贼人头 最后终于都落在了我们河太后手里 这一仗还是个很少千军的 当然我们这个主角 肯定已经得到过很少千军的战功了 大家发现没有 场上七个人全是河太后杀的 虽然没有一回合杀掉 但是一个个的都是 哦对 没有没有 说错了 其实没有很少千军 不好意思 这个周瑜是莫名其妙的 死在了雇佣的手上 但是这把的观赏性 还是挺犀利的 这个回合外 收这么多牌 回合内21牌启动 真是吓死人 好 最后再放一个统帅三军的 给大家瞧一眼 统帅三军好像 得到的反响还不错 大家都觉得这个模式还挺有意思 毕竟展示自己个人能力 然后排队跟武将都跟军争差不多 是吧 然后这里选将的时候 冷方一般来说好像是有优势 尤其是黄盖跟成功 在冷方的时候冷四年 相当的犀利 是吧 作为软方的话 一般是被压的有点高相 对方果然选择了黄盖跟成功 还选择了一个跟黄盖有配合的借周语组合 我们这边也是有配合的 借路逊跟借甘霖也是有配合的 同时借华陀是防止出现崩盘的情况 是吧 好 这时候我们让网二连甘霖先启动 每次拆这个借路逊就可以发动一次刷牌 这一下子 借路逊给这个甘霖跟华佗都补了不少牌 然后这还有一个乐不思索 应该可以乐住这个黄盖或者周瑜 我们选择了这个周瑜 免得周瑜先动 给了这个黄盖反见 然后黄盖接着动 拉这个有点有点恐怖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路逊 这一轮没有什么动作 毕竟只有四张牌 弃了一个借刀杀人就过了 因为周瑜被乐 所以让这个黄盖先动 黄盖居然没有选择猜这个乐不思索 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然后开了一个蓝盘露青 看样子 我们借甘霖表示没有发动奋规 然后先是周瑜跟成功都出杀 我们甘霖也出了一个杀 这个华佗也表示出一个杀 没什么问题 这个路逊这个杀 再犹豫吗 不用犹豫 直接出就可以了 但出了这个杀 最好下次二连动的时候 最好由陆逊先动 是吧 因为陆逊已经没有三张牌了 好 这个黄盖这么多猜 就是没有猜周瑜的乐 看样子无限是掌握在他们手里 这一个杀 第二个杀 我们这一个伞都没有动 毕竟周瑜还要再动一次 是吧 他们有一个无限 周瑜三排启动来个九杀 是很有可能的 是吧 好 我们看周瑜恢复了血线 就像我们说的 这是冷方对暖方 暖方是比较吃亏的 这时候终于在五谷的时候 我们氛围发动了 这个氛围发动陆续又变成三排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干铃就可以先动了 是吧 哎呀 可惜干铃被冰了 那好在他还有一个黑牌在手 好 这个雷莎 估计要三 让我们看看 下一回 是我们华佗行动 这个反剑 最后一张牌 全部给这个黄盖了 好 华佗这么多牌启动 这个借刀杀人被诬陷了 然后再看看这个冰凉 这个冰凉和火宫都是可以用在借鲁迅身上的 我们选择让火宫用在借鲁迅身上 是吧 然后这个又给我们补了下牌 然后发动一下我们的处理 扒了一下这个敌人的两张牌 然后这个决斗 这个冰凉 估计是冰凉是要贴借鲁迅 这个决斗 我们先存着了 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感觉是可以决斗一下这个周瑜的是吧 好 这个周瑜黄盖又开始联动了 这一个桃子给了这个黄盖身上 然后这个杀我们都不敢出 是吧 实际上可以出了 这个黄盖是有这个青龙远远刀的 然后他用红杀又是不能散的是吧 好 这个黄盖一下子把桃给吃满了 看看他有没有多大的火力 朝我们打过来 哎 这一个杀 表示还是不闪 当然我们不闪也有也有原因 是吧 毕竟这个滑桐的技能还没还没发挥出来呢 是吧 你看你有红杀杀 我们滑桐用我们的急救就好了 反正我们有急救 有什么关系呢 好 那时候我们陆迅和甘林都是被冰凉状态 陆迅是我们自己冰的 甘林是敌人冰的 但是陆迅表示冰凉就冰凉 咱压力不大 被冰了之后继续补牌 是吧 然后这个为了联营杀了一下 有八卦阵的滑桃 还好滑桃 陆判一红 然后我们通过联营刷来了一个过河拆桥 将甘林的冰凉也也给拆掉了 同时手上五牌过 五牌过之后 甘林马上再次跟陆迅一个刷牌 拆掉这陆迅的最后 甘林居然手抖了 拆了陆迅的八卦阵 哎呀 这肯定是手抖了 否则根本就没法解释 他如果拆手牌的话 陆迅还可以再给滑桃 不一张 这个拆八卦就纯粹就是 那个有点毛病了 肯定可以解释为手抖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还是一个伞不出 你只不看见你的九杀 我们这个伞就是不用 反正我们的滑桃这种红牌 还可以救一下 是吧 好 这时候滑桃行动 他看他就 接着一个病怒高峰 用自己的黑桃砂来拆一下 哎呀 拆掉了一个桃子 是吧 然后又拆掉了一个九 终于这个决斗拍向了 借周瑜 然后换上古令刀 这一个爆菊 把我们的美兰子 终于的菊花刀 给这个菊花给爆了 好 这个刚才 哎呀 这刚才冷方的这个桃子一大把 这个让黄盖刷的飞起 到现在终于没有桃子了 我们挡过了这个冷方四连的行动 然后在我们的滑桃的帮助下 成功的抵挡了冷四连的 这个极大的这个攻击力 是吧 同时我们通过这个陆迅的 慢慢的刷牌 越到后面 我们这个刷牌的威力就越出来了 是吧 现在陆迅已经有这么多牌 这么多牌再生 然后这个成功几次想搞 都搞不掉我们的戒干磷 我们终于把这个伞给用上去了 然后又是我们的两连洞 看样子 能够差不多可以把成功给爆了 是吧 然后我们又跟陆迅玩了一把 这陆迅这一个满 满招损 这千兽艺 给华佗保养了这么多的牌 然后自己头上扣了有七张牌 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奇怪 没有杀这个成功 还是去杀了一下这个戒 戒黄盖 是吧 我们总觉得这个戒黄盖 还是比较难对付的 是吧 好 我们这陆迅动起来之后 第一个也是选择的 去搞这个戒黄盖 这个杀 然后挂上这个白银狮子 估计要把自己的伞给剃掉了 手上刷了这么多伞 感觉是个悲剧 是吧 任务师傅添过 添过之后 他有一个桃子 搞一搞 顶多能够干掉我们的戒杆林 是吧 除此之外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何况我们还有 华佗还有两个红牌 可以救一救的 然后再出一个杀 再出一个杀 估计我们不是不会散的 再次一个红牌 再次把它救一下 这个任务中生友 显然是靠这个陆迅 给补的牌 是吧 好 这时候黄盖又换下了诸葛连鲁 换了诸葛连鲁之后 他敢杀这个陆迅了 这个陆迅表示 我一定要回合外保持三张牌 我一定要保持三张牌 好跟这个甘林配合 结果又想多了 是吧 这个甘林被打死了 但是虽然甘林被打死了 但是华佗这个顺 还是可以配合的 但这个配合 因为只有两个人 你也只能补两张牌了 是吧 好 但是这一次对方行动完了 我们华佗这个行动 先是一个双拆 然后拆掉这个最后一张牌 两边的这个底库都露出来了 放一个南半中心 将这个成功打一下 然后通过这个顺 估计顺这个陆迅的白银狮子 是吧 这个南半中心下去 黄盖是必死 然后必死 我们摸了两张牌 然后估计要不要给陆迅无限一下 然后估计他的白银狮子 让他那个刷刷牌 补补血 是吧 后面就不用多看了 这把是成功的 这个抵挡了周瑜黄盖 和对方的成功 这样的冷四连的极大的火力 就主要的工程 就是我们的戒滑头 这个戒滑头 挡住了这个极大的火力之后 只要回合数一多 这个陆迅跟这个甘林 陆迅甘林这个刷牌能力 就体验出来了 我们这牌量一下子刷的 比对方的牌量还要多 比这个周瑜跟黄盖的牌量还要多 实际上周瑜反剑跟黄盖刷牌 是持久性 是一般的 需要有足够多的桃子 是吧 所以黄盖也很大方的 把桃子给都吃了 结果没想到周瑜就这么被偷掉了 而我们这个刷牌 基本上是无中生有 你不用耗血的 就是白白的多牌 甘林每猜一下 那是多 是一猜是两收益 是吧 自己耗一张猜 但是团队会多三张牌 是吧 对 自己耗一个猜 团队多三张牌 无中生有的两收益 不像这个周瑜跟黄盖是要用一血 来换三张牌 对桃子的需求就比较的大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一个滑驼 成功的防止了对方的冷四连 还是很不错的 冷四连经常是打着卵方 苦不堪言 卵方相对来说只有一个二连 如果二连打不出什么太大的优势 一般靠二连打死对方一个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冷方靠四连要打死 卵方的一个还是比较容易的 是吧 我们靠着华陀认识保住了我们的借甘林 很多轮 等到借甘林死的时候 咒语早已死了几轮了 是吧 还是很不错的 好 今天的录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